再来关注 昨晚南篮世界杯决赛在西班牙和阿根廷之间展开比赛 开始之后西班牙队迅速占据场上优势 并且取得了14比2的比分优势 随后阿根廷队展开反扑 一度将分差追到了只差一分 但由于斯科拉整个上半场一分未得 而西班牙多点开花 上半场西班牙以43比31领先阿根廷队 下半场西班牙牢牢将分差控制在了10分以上 最终西班牙队以95比75大胜阿根廷队 及2006年世锦赛夺冠之后再次获得世界冠军 在此前进行的三四名的决赛中 法国队以67比59战胜澳大利亚队夺得了季军